6月3日,中国教育部发布2019年第一号流血预警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,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徐永吉表示 在当前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,两国教育交流合作形势日趋复杂 美方的行为正在使中美教育交流合作遭遇寒流 美国会和联邦政府部门将部分正常的中美教育交流合作活动政治化 关于中国威胁、中国渗透之名进行打压 物业孔子学院为中国在美扩张政治影响进行价值传播的工具 目限中国学生学者在美开展非传统间谍活动并进行无端自扰 在留学生交往方面,徐永吉表示 近一段时间以来,美联邦政府对中国部分专业赴美学生 进行签证限制,延长签证审查周期,缩短有效期,拒签率上升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统计 2018年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0,313人 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原计划赴美331人 占计划派出人数的3.2% 2019年1月至3月,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353人 因签证问题未能成行182人 占计划派出人数的13.5% 徐永吉介绍,2018年以来,美以反间谍为由 吊销或重新审查中方赴美人员签证 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散 近期,美方还取消了一批中方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学者 赴美10年签证 徐永吉表示,上述种种行为已经对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尊严造成伤害 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可以说美方的行为正在使中美教育交流合作遭遇寒流 希望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多做有益于促进两国教育交流合作的事情 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,做出努力 关于中国政府未来对美教育交流合作的态度和预期 徐永吉表示,不管政治经济关系如何变化 教育交流合作要始终保持自信和定理 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留学生交流 中方想要指出的是 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教育交流合作 但是合作不是单向的 而是基于双方共同的意愿和互相的尊重 自信开放的中国学生以世界为怀 愿意所有友好国家的青年一起交流、学习、创造 为推动人类的文明和科技发展 共同做出贡献